男性困扰 跌断病情 陳醫師的這個魔法 我們看一個女生 有沒有生過小孩其實就是看屁股 正中央的中間點 就是我們的胃中穴 它在我們第四腰椎的這個位置 腰痛其實我們先定義一下它的位置 因為它不單單只是腰的問題 說牽扯到背 或者是臀部腰底部那個地方 因為它位置基本還蠻廣的 那通常我們就會分清 到底是標本標本 是本的問題還是標的問題 那剛剛Karen談到說搬東西啊 這些這個是誘因 如果它的本本就是 我們認為腰跟腎比較有關係 它的腎的狀況如果不理想 比如說陽氣比較不夠 腎氣比較虛 那它的腰甚至膝蓋 它就會比較弱 稍微一個角度不對啊 在搬東西的時候 它就比較有機會啦 會受傷 扭傷 挫傷這樣子 那不單單只是搬東西喔 比如說我們貪涼淫冷 貪涼淫冷就是說我們 雖然在馬來西亞沒有冬天 但是有時候我們空調吹的 開得很強 那天又加上電風扇 那在一個寒冷的環境當中 那也是一個誘因 風為百定之早 所以風邪很容易呢 侵犯我們的身體 然後又夾雜其他的邪氣 比如說我們說 風寒 風濕 風熱 都有一個風在前面帶頭 左樓 風邪可以夾雜其他的邪氣一起侵犯 包括腰也是一樣 它可以夾帶濕氣 或者是夾帶含血 來侵犯我們的腰部 然後又麻那個腰痛 哇 單單的一個腰痛 都很大的學問在裡面喔 所以這個腰痛的問題 不單單是某個年齡層對不對 它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換上 是不是這樣講 我們年紀越來越大的話 我們腎氣跟著就越來越走下坡 所以年長者還是比較有機會 會患上腰痛這樣子 但是臨床上年齡只是一個影響的參數 那還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來我們診所看腰痛的病人 不乏那一些年輕的患者 也是蠻多的 比如說剛剛講的 他喜歡喝涼的東西 寒又再加濕的話 其實我們以前中醫的古籍也形容 腰中冷 如坐水中 然後腹中如帶五千錢 或者是腰中如帶五千錢 你帶著五千個銅板在身上的樣子 這個叫做寒濕腰痛 跟平常喝太多的冷水 陽氣沒有辦法發揮它正常的溫馴作用 那這在臨床上也是很常見的 生產之後呢 如果沒有妥當的照顧 還是會影響到這個腰痠背痛的這個引發 對嗎 我們常常在臨床上還有一個 就是結構上的改變 就是他生產完之後 因為我們小朋友在骨盆腔裡面 那他在骨盆腔裡面 他慢慢長大 他骨盆就會越來越寬 那小朋友出去之後 他的骨盆沒有恢復原來的狀態 他在不正常的位置 這樣子呢也會壓迫到周邊的這個軟組織 那也比較有機會會引起這個腰痛 甚至這個壓迫到做骨神經造成腰腿痛 那我們看一個女生有沒有生過小孩 其實就是看屁股 沒有生過小朋友 他屁股就會比較小 如果我們有生過小朋友 基本上他的屁股會比較大 比較大 那這個腰痛 以前我們在中醫藥大學的話 每次考試他一定是必考題 那個腰痛就是其中重點中的重點 因為我們在臨床上面 來看腰痛的確實是很多 是我們那個醫療量能的一個 算是一個大眾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經常遇到腰痛的患者 包括我自己也經常偶爾會有那個 腰背部不太舒服的一個現象 不過我們比起一般的朋友 幸運的就是說 我一旦覺得有點怪怪的 就是病向前中醫 馬上我們就可以請陳醫師來幫我做一下 針灸啊 我也是走冠啊 這一類的治療 那個結斷 結斷病情 讓他不要繼續嚴重下去 所以我當我這個感覺到好累 很不舒服的時候 好像哪裡不對勁的時候 我也是會去找博士 然後陳醫師就會來 然後就 然後這邊就 所以陳醫師的這個魔法 把我的這個不舒服的地方 都給趕走了 腰背尾中球 那你腰背有不舒服的話 那我們就按壓這個尾中 它就可以幫助 緩解我們的腰痛 背部疼痛的不舒服 它就在我們這個 彎曲那個腿部的時候 那個膝關節的背面 位於那個膝蓋正後方啊 那個膝蓋的窩 那個橫紋那裡 正中央的中間點 就是我們的胃中穴了 不難找啊 穴位在臨床上呢 其實常常用來治療這些 急性的腰扭傷啊 做骨神經痛啊 膝關節疼痛啊 包括那種 下肢癱患就是中風的病患啊 都會針灸這個穴位 所以我們可以揉按這個穴位 緩解我們的腰的不舒服 然後背部的痠痛等 那在圖片看到 在我們的腰背部這裡 背後的這個正中線 在我們的第四的 腰椎脊凸下的凹陷中 那在臨床呢 我們也常用來治療這個 腰部的疾病 尤其是對現在人來說 經常犯的這種急性的 坐骨神經疼痛 就是腰腿痛啊 從腰部痛到那個大腿 那個神經痛的 然後腰扭傷 它治療效果都非常的好 那如果我們有這個腰部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趴著 然後用這個熱毛巾或者是熱水袋 敷在這個腰陽關的位置上 大概20分鐘左右 或者我們也可以採用這個按摩的方式啊 就是用我們大拇指在這個腰陽關的位置 打轉按摩 按揉差不多100下左右 它都可以幫助我們緩解這個疼痛的症狀 再來就是我們的命門穴 它也一樣是位於我們的腰部的 那它是在第二的腰椎脊凸下的凹陷中 那它呢 就好像我們人體自帶的一個腎氣丸 就是一個中藥 它有一個強腎固本 溫腎壯陽 然後延緩衰老 跟疏通我們的這個固脈的作用 那臨床上呢 它也常用來治療這個腰西酸染 尿瓶還有土暈耳瓶的症狀 那在熱腸保健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按摩油 一樣揉搓這個穴位 一直到感覺有微微發熱 然後有脹脹的感覺 那你每天在睡覺前按摩 就可以達到一個保健的作用了 大腸梳 它就是在我們的這個腎梳下兩個腰椎 它在我們第四腰椎的這個位置 然後它也是一樣躺開一點五寸 那它從這個西醫學來看呢 這個位置呢 是腰椎疾病的多發部位 那從中醫學來看的話呢 我們的腰背陽氣呢 它都是從這裡通行的 所以它有這個去風化濕啊 溫陽通脈的效果 所以無論從中醫啊西醫哪個方面來說 這個穴位啊 它治療我們的腰痛都是非常好 病諸於內行諸於外 所以那腰痛作為一個症狀來講呢 它也是反映我們腎的狀況 所以這個本就是我們的腎 腎的話平常就是要注意 不要消耗它的陽氣 所以病人的東西一定是要少喝 喝多了之後 腎的陽氣不夠 沒辦法溫泉我們腰部的那一個素肌肌 和周邊的肌肉 它就會變得比較緊繃 張力就會比較不平均 那就容易出現這個腰肌啊 扭錯傷啊 老損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情形呢 除了剛剛講的那一些穴道之外 還有一個腰眼穴 它是境外齊穴 效果也是蠻好的 那我們的腰眼穴呢 就是在跟這個腰陽關穴 同一個水平 也是在歷式肌肚下 膀開3.5吋的地方 我們經常去肉按它 不但可以強腰膝 撞筋骨 同時對於我們的一些 小便的問題啊 尿頻尿疾啊 或者是男性困擾啊 或者是女生的 月經不調的問題 光束都會非常的大